Yup OK啊 那我們 OK OK 那我們用了這一盞小小的布丁燈 OK 那我們用了這盞小小的布丁燈已經快要一個月 那我們用了這盞小小的布丁燈已經快要一個多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好好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這一盞燈我覺得在小空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OK 那我們也 OK 那這一盞布丁燈我已經用 OK 那這一盞布丁燈我已經使用了快要一個多月 那這一盞小小的布丁燈我已經使用了 OK 那這一盞布丁燈我已經使用快要一個月了 那我們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它在室內使用 小小空間使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想要一個比較硬的光線 你可以直接拿來做照射 或者是加上它的內建的內... OK 那...OK 那我已經...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布丁小燈快要一個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呢就是在室內小小的空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第一個呢 那我已經使用這個布丁小燈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已經使用這個布丁小燈快要一個月了 我可以跟大家好好地分享說這一盞 我已經使用這盞小小布丁燈已經 我已經使用這盞布丁燈快要一個月了 我就拍... 我已經... 我已經陸陸續續使用這盞布丁燈一個月了 我已經... 我已經使用這一盞布丁小燈差不多一個月了 那我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已經使用這盞小小布丁燈快要一個月了 那我們可以好好地跟大家分享這盞布丁燈 我已經使用這個布丁燈... 我已經使用這個布丁燈快要一個月了 所以我可以好好地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我已經使用這盞小小布丁燈快要一個月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跟大家好好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那第一個呢 就是在小小的空間...室內空間使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很硬的光 你可以直接做照射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想要稍微更沒有指向性的光 你可以加上它裡面附的柔光照也可以 那你如果想要有柔和的光線 像是有牆壁 也是非常好的方法來打這個光 你直接做反射 或者是透過空光幕 那這盞小燈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使用方法 Jesus Christ 我會看到你的畫面 在那邊 有部分的畫面 就是像是